這個畫面,請各位就是分別增加S1、S2、S3 當然另外我剛剛講過,如果你用標籤的話 它底下如果字太多,會沒辦法折行的問題 所以我在S2你們可以試試看,這邊是用文字輸入盒來做 文字輸入盒一樣,你可以去修改它的字的大小 但是寬跟高,一般我都是把它改成比例是100% 或者用自動,其實我英雄用自動也可以自動延伸 但是比較保險的做法就是100,這邊也是100,比例用100 然後就把字貼到這邊來,然後顏色改一下 那你會發現剛好同學發出一個問題 奇怪為什麼它這個地方沒辦法自動換行 那已經打了允許多行,允許多行就是可以換行 但是為什麼沒有折行,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在看設計的畫面不會折行 但是如果你執行之後的話,其實它就折行了 也就是你現在這邊看到跟執行的畫面會不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你可能要跑了之後才知道 所以特別注意,它這邊好像允許多行 那這邊看不到,你必須要執行之後就看得到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 所以後面部分,請各位就是增加一個所謂的下拉選單1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看要不要改文字輸入盒 如果不改用標籤寫OK啦 好,那所以我們基本上,這個就是所謂的畫面的編排 那也就是畫面編排部分 總共我們應該理論上有幾個螢幕 有一個主畫面是Screen1 然後數就S01,一直到S12 所以螢幕可能你們自己再增加 因為我只有這家三個,我只是Demo一下 那總共應該有13個畫面 那這13個畫面,我必須讓它可以互相切換來切換去 那怎麼切換,所以特別注意呢 第一個的話,我們先針對Screen1的這個主畫面 當我點了這個按鈕之後 它跳到哪一個,跳到S01 所以我必須要寫程式 那程式寫在哪裡,特別注意喔 再來,你畫面先做完之後 接下來如果你要寫程式 不會,不是寫程式,應該是算拼程式 那你就切換到哪裡 先切到主畫面 然後呢,在主畫面的右手邊有個程式設計 有沒有,切到這邊來 不過它叫程式設計也有點怪怪的 因為其實裡面並沒有程式 但是實際上它是做程式的動作 所以喔,以後慢慢你會發現 以後的程式應該會走一個叫No Core的一個趨勢 所以No Core就是說,完全不用寫程式的一種程式設計 就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這個APU Internet其實還蠻先進的 程式設計 那裡面的話呢,就是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地方喔,你就是當按下按鈕1的時候 去開啟另外一個畫面 去開啟另外一個畫面 所以喔,我們要怎麼樣產生這個 就是當按鈕1按下去的時候 所以你會發現當按鈕1按下去的時候 那做什麼事情呢? 所以我換一個好了,當按鈕3 這是老虎啊 比如說按鈕3被按下去的時候 然後做什麼呢? 開啟另外一個畫面 所以如果你要開啟另外一個畫面的話 那你記得在這個地方要開啟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它等於是做一些相關的控制 OK,那你可以看一下 控制的話應該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你要做什麼動作 我要控制另外一個畫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開啟另外一個畫面 所以你把這個開啟另外一個畫面 移到哪裡呢? 移到這邊有一個 可以拼上去的位置 放開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那我就 當我按下按鈕3呢 那不是切到第一個 我是應該切到第三個 所以把它點一下 切到第三個 那以此類推啦 就是第四個切到第四個 S04 那以此類推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主畫面的切換 OK,所以你可以切過去嘛 好,那切過去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來 切過去之後呢 再來就是S01 裡面要寫什麼層次 特別注意喔 我們當 就剛剛demo給各位看的 就是當我按下這個的時候 它必須能夠按下這個按鈕 它能夠跳出什麼呢 跳出底下這個畫面 那這個畫面其實我們剛剛已經在那個 畫面設計已經加了啦 總共有 這個運勢逗點 事業逗點 愛情逗點 有沒有,財運 所以這個其實加上去了 但是呢 我希望說 當我點了事業 它會把事業裡面的資料 倒到這個標籤裡面 當我點選愛情 再把愛情倒到這裡面來 所以喔,這個有點像是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們就要選什麼 特別注意 當我選了下拉清單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假如我這邊重新再做一個好了 當下拉清單 有沒有,下拉清單在這裡 當下拉清單被點選的時候 所以這邊有一個 當下拉清單選擇完成 所以現在就點了那個 下拉清單的時候 所以你拖拉過來 那再來的話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判斷一下 也就是說喔 選擇這幾個呢 總共有四個 四選一的狀況 就是當他選了運勢 那我就做運勢的事 當選了事業就選 做事業的意思類推 那所以這裡的話 需要一個邏輯判斷 那邏輯判斷的部分的話 記得喔 這個是在哪裡呢 是在邏輯不是啦 應該是在控制 那這裡的話當然 它有幾個選項 這個是如果什麼 所以它是邏輯就一個 那因為我們有四個嘛 所以這個是兩個 如果第一個做這個 True做這個 Force做這個 另外還有True 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否則做這個 但是你會發現喔 它只有最多到三個 那如果假設我要有四個條件怎麼辦 其實沒關係啦 你可以先拿這個過來 然後把它拼過來 有沒有 接下來少一個怎麼辦 沒關係你可以再點齒輪 齒輪的地方喔 就是可以讓你加的 加什麼呢 比如說你只有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 三個條件 少一個對不對 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再加第四個條件 否則如果放在這裡就可以放開 有沒有 所以這邊又多一個 缺口有點像是吧 幾個缺口就是你有幾個條件 那另外呢 像我們這邊有四個 所以理論上喔 這邊要四個缺口 OK 那第一個缺口就是運勢 第二個缺口就是事業 愛情 財運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那所以喔 那可是什麼狀況喔 會選擇運勢 那就是喔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喔 當什麼呢 當選擇項目的時候 選擇 比如說那個選擇項目就這個啦 這個項目裡面等於運勢兩個字的話 所以呢 我們可以 當一個條件發生 什麼條件呢 邏輯 當什麼東西等於什麼的時候 所以邏輯裡面呢 就是把這個 什麼等於什麼的時候 拖拉到這裡 當它裡面 哪一個裡面呢 就是喔 那個選擇變量呢 就是這個 當我選的那個選 所以呢 設定 是設定嗎 不是 應該是取得 取得什麼資料呢 取得那個下拉清單的裡面這個運勢 這個裡面的資料 所以 取得什麼呢 取得下拉清單選擇項 就是說 所謂的選擇項就是你點了哪個項目啦 反正他選了其中一個 他就傳過來 那如果裡面的資料 假設是運勢兩個字的話 所以喔 運勢兩個字 誒 字的話我怎麼增加呢 請各位看到文本 裡面的話呢 是什麼字 那你就把是什麼字 放到這裡面來 有沒有 然後裡面 前後雙以後 表示說什麼字 那你就把運勢兩個字打上去 如果它裡面兩個字叫運勢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那個字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也不能隨便加個空白 不然比對就不對了 OK喔 好 那就做什麼事呢 如果這個條件發生的話 那就是做 把什麼呢 把這個資料 把事業 事業點下去 應該是這個 把運勢裡面的資料放進來 所以喔 我們接下來就是什麼 設定什麼 標籤 所以標籤 這個標籤裡面的資料 要把它設定為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找到 設定標籤裡面的什麼 文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假如你要設定的話呢 基本上一定是長這樣的形狀 那取得的話呢 就是長上面 所以我們找 看有沒有文字 設定標籤2裡面的文字 文字 文字在這裡 有沒有 設定標籤裡面的文字 為什麼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把它拼到哪裡 拼到這裡 OK 然後 後面的話呢 為什麼 為什麼字嘛 所以字的話 你可以在文本裡面 再增加一個什麼字 裡面的文字 實際上就是什麼 就是在那個 我們12生肖裡面 的 老鼠 裡面的這些文字 你可以把它 C-C 把這裡面的文字怎麼樣 再把它放到 剛剛的 這個 雙引號裡面 把它貼上 這樣的話呢 它就知道說 當你選了 運勢的時候 我幫你把標籤裡面的文字 改成這個東西 好 那就把它拼上去了 剛剛沒辦法拼 是因為後面沒字 所以這個時候 你拼應該就可以拼上去了 有沒有 那底下 剩下來怎麼做 其實交過一個技巧 如果你做完之後 這個 其實呢 其實只是把運勢兩個字怎麼樣 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個 事業嘛 所以你其實可以按右鍵 把它複製成事嘛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它拼到這邊來 沒有 把它拼到這邊來嘛 這邊改成什麼呢 改成這兩個字 是事業 有沒有 然後呢 它就不用重做了 其實會比較快一點點 事業 Enter 然後呢 這個也不用重做 按右鍵 複製程式嘛 然後把它拼過來 把裡面的字 改成什麼呢 Delete掉 改成12生效裡面的事業 Ctrl C 然後切過來之後的話呢 Ctrl V Ctrl V 那同樣的道理啦 第一個OK 第二個OK 第三個OK 反正就按照這樣的順序 應該可以理解我的道理吧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 跟寫程式的流程一模一樣 只是它把寫程式的那個 那個語法有沒有 改成一個個的拼圖 我覺得這還蠻妙的 那這好處我覺得 真的差蠻多的 因為以前很多人 即便打對了 但是很容易打錯字 那現在就好多了 OK 那最後其實這個 我就做完了 我把這個先丟掉 這個程式就可以丟到垃圾桶 好 那就完成上面的這個 那一樣的方式 第一個S1OK 那S2也OK 有沒有 那可是你想說 是很麻煩耶 那如果S 我總共有12個啊 那我不是 不是要做12次同樣的動作 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 其實分享一下 如果你要快一點的話 再分享一個 跟各位講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什麼 這個東西 好像有個包包有沒有 你可以把這段程式 好像可以丟到這個裡面去 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被這一串丟到裡面去 那如果說呢 你想要參考它的 放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的話 比如S3 你看 印象中好像可以再點一下 它就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我好像多一個 沒有 這邊一個 下面 OK 也就是說啦 你就可以拿這個去修改就好 你會發現很多地方都一樣 只是稍微要把它改一下 OK 所以喔 這個我再把它丟 丟掉就可以從這邊 刪掉 它就沒有了 如果你要加的話 就把它丟過來 這樣就OK了 但是它這邊 OK 類似像這樣 所以 怎麼多這麼多個 所以 也許你可以 把不需要的丟掉 這邊 那一樣的方式 就把它增加 就是其他的 最後做出來 我是希望說能夠做一個這樣的下拉清單 所以今天的 做一個練習 反正就是 把 12生效 再進一步 點下去 然後有個下拉清單 點擊之後呢 可以顯示正確的資料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 OK 好 試一下 好 試一下 好